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 樓盤的盤後期盤視頻 好 我們再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215點 歐利器漲1.86點 有沒有 這個大盤創新高 歐利器這個地方也是創新高 那我們來看這個表 有沒有 今天是15大全值股 所有的全值股都在漲 沒有任何的族群 只要它是全值股 什麼台電的紅海聯發客 反正就是整票啦 什麼有塑化的啦 有食品的啦 翻整地上是全值股 它就縮了 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 今天是20 沒有 今天是30號對不對 30號 那之前外資放聖誕假嘛 那個提早收價了 已經收價了 那你在提早收價的話 其實今天外資買了267 就是收價回來之後開始怎麼樣 開始在做布局的動作 那當然有些中小型股 外資也不太認識 它是認識什麼 只能大型股嘛 大型股先買 所以呢 所以現在這個部分是 外資在卡位 在重新卡位的這個行情 所以同朋友 接下來如果說你在選股的話 你不要選太小支了 因為這一天像今天30號嘛 以三大凡盤後的部分來看 外資買了267 但是投信呢 投信在結帳嘛 他是在賣的 當然投信 他在賣不見得說什麼 他一定看完明年低級 而是到明天為止 基本上他們是看絕對績效 也就是最後一天的這個 到底收多少來決定他們績效 那有些那個名次 或是說績效可能在 那麼一咪咪的狀況之下 就是可能我砍你的嘛 我砍你的讓你績效 稍微下來一點嘛 基本上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這無可厚非 所以呢所以就是這兩天 基本上這種行股 可能就是投信的部分 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呢 但是外資的部分 收價回來了 收價回來 收價回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幹嘛 卡會這些嘛 卡會這邊 所以如果說你在選股的話 像我剛剛跟大家提的 你不要選太小支了 你不要拚太小支了 好那大盤 大盤都沒什麼問題 都買成這樣子 還有它是什麼問題 而且呢 而且 都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最近這幾天 大盤開始在開始漲的時候 已經沒有什麼 已經沒有那個勞退幣案的部分了 就是它沒有在壓盤 它沒有想要壓盤的 就是之前是拉一下 大漲一百兩百 然後呢 就是有那個勞退幣案的新聞出來 這天都沒有了 好人急 所以就這個部分的話 指數我認為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接下來我們看個股 先看老朋友好了 老朋友均好 老朋友不是叫你買 我在示範給你看我怎麼做的 好不好 我示範給你看我怎麼做 不是說這股好棒 來幫我跟我一起拱 不是 但是真的要拱的話 這邊你就要拱了啦 不是在這邊拱啦 老朋友有東西是嗎 這股票30塊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示範 現在都有進多少 今天最高還要434嘛 都快要創新高了 那快要創新高的話 就是整個波段 基本上就你這樣看一看就是 雖然有比較慢一點點了 不過你這樣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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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四千了 對也四成嘛 一百就賺40萬不是嗎 老朋友我說的是現股 不是什麼融資喔 也就是就這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老朋友今天台積電是不是收525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講過很多次 你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就買台積電 當然你可能不想買台積電 因為太大堂了嘛 太大堂了 老朋友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台積電跟軍曉的走勢很雷同 你有發現嗎 這兩隻走的行 他們兩隻走的行是非常非常的雷同的 他在漲他也在漲 他在整理他也在整理對不對 然後創新高他沒多久也創新高 然後他在那邊高檔政 他也在高檔政 那高檔政今天台積電收525對不對 他今天最高是434嘛 但尾盤可能有一些當沖的 當沖的有沖下來嘛 因為我連線也有講一下嘛 可能謝老師有講了啦 沖上去 結果可能有抓一點的 快點快點 快衝掉 老朋友 講股票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不是叫你來幫我拱股票 不是什麼搞當 聽連線搞當沖 不是不是 我不是叫你這樣弄的啦 好不好 這也不是我的本意啦 但是如果說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 他們兩個走勢非常的像 非常的雷同 那非常雷同的話 如果台積電的鍋蓋沒打開的話 他也不見得會上去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今天台積電收525 他已經要平行高了 那平行高的話 我們剛看的這一張 有沒有 外資不是最認識台積電的嗎 所以他如果要回補的話 他會先回補誰 一定先回補什麼台積電 連電嘛 他實在會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台積電 我們假設 如果說這個壓力鍋 他衝上去了 他可能也會跟著衝上去 因為你下個禮拜 他們有下個禮拜 開始是不是你就 就明年的嘛 歐禮拜的梅尼啊嘛 啊梅尼 你一開始就是 就是要公佈12月營收啦 那公佈12月營收的話 我們看一下這個均豪的營收 他們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啊 他從今年的1月 1開頭到2開頭 2開頭到3開頭 他成11月的時候是變4開頭 你變4開頭了 那變4開頭的話 如果12月就往上跳的話 代表什麼 他是一個月月成長的 成長的公司 那月月成長公司的話 這個設備股啊 設備股如果說這個路障 是在明年的話 那明年的話 明年的話 反而在估今年差不多賺個4塊多 明年差不多賺個4塊多嘛對不對 明年賺個4塊多的話 目前股價 11倍本益比 這個我認為有調整的空間啦 所以呢 所以持續看 我持續看好了好不好 特別不是叫你狗 你不要誤我意思哦 我一樣 我持續看好他沒有看壞 好不好 反正就是等營收出來再說嘛 如果說營收哇又很棒的話 搞不好台電上去 他跟著上去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 這個也知道啊 這啥 這個核勤控嘛 同朋友 核勤控這一天 昨天漲停嘛 洗一下 今天又來一次396 然後呢也是洗一下 我認為洗一下 基本上就是 稍微就要乖離啦 好不好 反正就是 它就倒打切倒打切切切切 應該 同朋友 這個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對不對 第一個 趨勢隊嘛 5G網通嘛 同朋友 趨勢隊他還跟信華合作耶 對不對 信華 信華不是現在的那個股王嘛 做網路的嘛 做網路的 都股王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形態加 同朋友 現行加 現行加 那不是 大盤這幾天才創高 他不是找這上去的對不對 籌碼優嘛 麻煩叫他付的多嘛 這個都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而且沒有改變的話 就是股價怎麼樣 股價 同朋友我們買在這裡啦 我們不是說我們買在這邊 不是 我們買在第三根啦 第三根這個地方是 還沒漲停的時候最近去的啦 最近去這邊就 就晃上去啦 今天收38 38.35嘛 成本就31.5到32 算32好不好 6塊啊 6塊 6塊不是快兩成 我的看法是 一邊震一邊往上推的 因為他趨勢什麼是沒問題的 好不好 然後這個 朋友這比較大隻啊 就路透我跟大家說的啦 外資就回來了 買比較大隻的 比較大隻 這個 明年應該是賺8塊啦 8塊目前本益比不高啦 反正就是 嫌他慢的話 我有好的 快的 我就幫你補啦 好不好 再來換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但是我看一下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反正 明天我 我現在心裡面有一個副案 明天我差不多知道要買誰了 反正 現在到底買什麼 我只看到現在買賣超 到底買了什麼東西不知道 但是如同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外資 現在旁邊主導是外資喔 旁邊主導如果是外資的話 你要跟著外資的腳步喔 好不好 然後呢 什麼股票 跟外資的腳步是比較有錢賺的 你可以往這個地方做思考啦 好不好 所以 所以 明天要買的股票 基本上我差不多選好了啦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只是 差別在什麼 差別在 等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籌碼而已 好 那這個 這個今天 短線客出場 當然稍微震一下 不過沒有證實 就這樣露在這邊 露在這邊 我的看法是應該還有空間啦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我們做個結論 指數已經創新高了 創新高 那還不用分析什麼啦 就創新高啊 但是提醒大家 之前的盤面主導是投心這邊 但是呢 這兩天投心要結帳 所以呢 中央銀行股可能真的比較厲害 但是 外資的部分放假回來了 好不好 有的已經提早收價了 因為提早收價的話 在卡位啊 不然怎麼有可能 15大全身股全部都在去啦 雖然就是外資部分在 補貨 那在補貨的話 明天是今年的最後一天 也許啦 也許應該是收在一個很不錯的點 就是今年做個Happy Ending 好不好 那這個就操作方法嘛 有操作方法就有回應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跟著大家走 財富一定有 喜歡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節目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無限機動能 掌握機件 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訂閱 按下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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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小鈴鐺